歡迎收看《京方訊息》 我是松茸妍, 鍾茸妍 在庚子蓮, 中國武漢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 試動全世界的時候 第一次和大家見面 祝你找到一份身體健康 隨心所欲的工作 是不是騙人的? 沒可能 怎麼會沒可能呢? 在面對已知的危險 我們有權與危險保持半隻郵輪 這麼遠的距離 我現在用這種聲量 對著救護車的那邊說 你好 他們看不見 你好… 至於面對未知的危險 我們任何一位同事都可以穿上 這種可以抵抗生化武器襲擊的裝備 這套保護衣 在武漢很多醫護人員 可能連摸也沒摸過 加上消防員、民安隊 駐守隔離營 肩負起應變的任務 社工就會負責 運送生活物品進隔離營 給隔離人士 電話遙控監察 強制檢疫人士的工作 又有學生義工代勞 好 喂 陳伯, 你在哪裡? 我在家 怎麼這麼吵? 不是你 你有沒有戴口罩? 有… 你快點回家吧 知道了, 就這樣吧 現在還取消徒步巡邏, 不用走必 將當值時暴露在空氣之中的機會 減到幾乎零 除了有效抗疫之外 還可以抗壞路 另外, 最新有為登場 當值時使用政府赤樑 作私人購物及速遞用途 下坑, 沒頭盔、眼罩 防毒面具, 護甲, 伸縮警棍 胡椒噴霧, 點山伯 曲尺, 雷鳴燈, AR15 水炮車保護 那外出吃飯會不會很不安全的? 香檳 不用擔心 隔離房的熱心市民會保護你的 還不快加入我們? 有錢在這裡嗎? 在結束說再見之前 請大家留意一下 在過去幾個月 有幾早懷疑可能或是無認我們的人 用我們慣用的手法 在獲得受害人的信任之後 讓他們入屋, 守身 最終, 招致財物的損失 由幾萬元到二十一萬元不等 請大家無必要留意 我們下集再見, 再見